法古生近年推动新六轮运动 深获各界响应 而于近期即将推出的新六轮系列广告 从企划人员脚本的提案 专业团队的统筹与准备 阿基斯与沈欣灵两位代言人的演出 以及各界人士共同的成就下 终于要推出令人耳目一新的作品 广告将以别出心裁的方式表现 透过一老一少的诙谐对谈 以自然幽默深入浅出的方式 诠释新六轮的内涵 拍摄当天 阿基斯与一身整齐洁白的厨师袍现身 不论是厨房内还是镜头前 他总是展现诚恳认真的敬业态度 尤其是为了拍摄最好的角度 必须无厌其烦的重复演出 尽管耗时费力 他仍然始终带着微笑 保持专业风范 为职场伦理做了最好的示范 大家好 阿弥陀佛 那么这一次非常感谢法谷三人机会 有这么一个推动新六轮的一个福报 那么给了我正眼机这么一个机会 除了心里的面 深怀感激以外 那我这边也非常感谢今天现场 所有的包括我们的导演 我们所有的工作伙伴 大家都用着一个非常虔诚的心 在完成这么一个作品 尤其除了我之外 我还有另外一个非常要好的工作伙伴 沈欣灵 他年纪小小的 他的内加功夫很够 尤其跟我一起附搭的时候 几乎把我的缺点全部都给掩盖掉了 那么一直让我的有点生化上来 那么尽管在剧中的角色扮演 我相信他我们都是如履薄冰的心境 用最深入浅出的意境来呈现在画面当前 那么我们也期待所有整个大环境 大社会的助攻大德们 看到这么样的一个画面以后 我们一起来共同努力跟勉励 大家都能够激起一片善心 脑筋有善思维 手上有善举 大家一起努力 一起勉励 我相信他 整个大环境 绝对会是一片人间净土 佛弥陀佛 带着甜美笑容 像个邻家女孩的沈欣灵 虽然出身贫苦的家庭 但是11岁开始 就致力于工艺事业 用自学的电脑尊长来关怀弱势 法谷山创办人圣言法师 也曾经表示 沈欣灵为贫苦人家的孩子 树立了突破现状的好榜样 今天他在片场 与阿基斯展现了绝佳的默契 用令人会心一笑的对话 呈现新六轮的内涵 其实和法谷山大概结识在2004年 当时到总是不一样的声音 跟圣言师傅智慧对谈 那真的很感恩 很感谢法谷山一路上的提息 那今年2012年了 很有幸担任新六轮的代言 而且这一次更让我感到 很感恩跟喜福的 就是可以跟阿基斯一起合作 他也是我心目中的偶像 而且说真的 在合作的过程中 让我收获非常非常的多 那你真的会被阿基斯 他在过程中很多智慧的话语 很多关于怎么去培养慈悲心啊 怎么样培养善念怎么样从生活中累积不同的 一顶一滴的善行 那真的让我深刻的感动 尤其呢我的出生跟阿基斯也很像 都是来自比较贫困的家庭 或许因为贫困的孩子 所以更懂得如何去习福 然后再去照顾 所以就像我妈妈一直说的 老天爷可以给我们的不是运气 而是勇气 其实我一直觉得 只要我们每一个人 每一个人用一点点的力量 都可以让这个世界往美好 更靠近一小步 那重要的就是 我们只要卷起袖子 跨出第一步 我们就在这一条善的路上了 感恩 拍摄现场虽然不时洋溢着欢乐的笑声 不过最辛苦的莫过于幕后的工作人员 由夜天轮导演所带领的制作团队 从灯光 摄影 美术 化妆人员等等 也以一颗响应工艺的心来参与 大家都认真敬业的付出 希望制作出一个触动人心的好作品 为推广新六轮尽一份心力 在新六轮广告退出后 民众可以到法谷山人机会网站 抢心观看 法谷山期盼大家能善用社群的力量 广为分享与传播 让新六轮的观念能够深入人心 呼吁更多人成为新六轮的种子 让全球伦理关系更可谐 也帮助台湾社会与人心都能够进化 新六轮用好念转好运